平川说人静天天亮魔兽 大家好我是平川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有趣的对抗 由兽族大战暗夜 希望大家喜欢 好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生点位 地图选择的是AZ亚马逊 出生在地图左下角 是蓝色的兽族 中文ID叫魔女神汉多 诶其实就是英斐啊 这是英斐借水友的一个号 本场对抗英斐是随机随机到了兽族 好我们看一下他的对手 出生在地图的右上角 一名红色的暗夜精灵ID叫 拉伍谢安琪 看来应该是一个多情的少年 像我们这种30岁的大叔 应该不会取将的ID吧 虽然说也许可能对于初恋念念不忘 但也不至于这么外露的表达出来 晚上做梦的时候想一想就好 好我们看一下本场对抗 双方的一个首发英雄 暗夜精灵首发的是恶魔猎手 DH可以的 DH还是比较的刚 我们看一下英斐的一个选择 英斐 选择小Y暗影猎手 那这套打法的话 傲英雄肯定会傲发一个深渊领主 输出主要靠深渊领主来打 那小Y主要是辅助 加加血 还喊加油 好本场对抗 有意思了 好我们看一下双方 接下来的一个博弈 这边暗夜精灵 还是要派个小精灵去侦查一下 然后开始练一下门口的这个533 我们看一下这里能勾到闪电盾吗 哎很不错啊 暗夜精灵这个练极细节还是可以的 第一时间勾到闪电盾 提高一下练极效率 烫一烫这三个罐 等英雄一出来 马上就可以收割了 烫的时候千万要想象血量控制好 快烧煤的时候赶紧跑 对 拉开来 哇这个练极细节完美 暂时还没有拍死罐 OK 这里的话打了个贵族头环 可以的 另外一边我们看一下 这里的话首发的是小Y 小Y一技能 哎 升的是妖术 变咬 先把小精灵给处理一下 然后开始练这里的533 同样啊 也是小细节很不错 勾到一个闪电盾 用闪电盾套一下的三个罐 这样的话练极效率稍微高一点 但是暗夜精灵 还是暗夜精灵练极效率高 练完之后直接过来抓 第二个装备打了一个智力加三 我们看一下小Y 小Y这边的话 呜呦 上来就一个攻击之爪 那给自己的二英雄准备好了好东西啊 好 第一个点练完 练一下第二个点 311 那这个时候DH抓过来了 哎呀 要抽篮 小Y看到赶紧往里面撤一下 看拼的就是手速啊 看你先抽出来 还是我先变出来啊 第一时间变出来 两个大技疯狂的输出 小Y到时候再变一下 千万不能让对方抽出来啊 抽一下你的蓝 你可能就变不出来了 那这里的话顶着罐 来给你硬杠 看一下双方一个小细节的比拼 这边能抽出来吗 哎呀呀 DHDH能抽出来吗 哎呀 还是没抽出来 第二次没有抽出来啊 这个手速是真的快啊 因为这个手速啊 不像结婚的人啊 这个手速确实有点快 好 我们看一下 再次变一下 应该是这个 应该是DH抽蓝这个动作啊 应该是比这个小Y的变 要是吧 这个前摇的时间可能要长一点 有可能了 按道理 因为作为一个结婚的人 手速不能那么快的啊 我们看一下 这一波小Y的话 上来的话 整了一个攻击之爪 一个力量加三 那接下来 还是会自己的二英雄 收集好装备啊 又去练一些掉怪 掉宝的一些怪 暗夜精灵 DH回家补一下状态 二本开始升 受阻的话 科技稍微领先一点 我这里继续够了一个闪电盾 哎呀 这些年纪的细节是真的好 我们看一下 买了一个绿皮 提高一下部队的一个输出 小Y垫垫垫垫 垫的差不多 赶紧拉开来 目前身上还有一个药膏贴一贴 这里打了一个力量加六 很好 声音的影主 刚好也是一个力量性的英雄啊 力量加六给他 开开心心 这边再打了一个 敏三的 敏二的输 一吃 这边看看DH 练了一个什么好装备 哎呀 闪电盾 烫一烫 这边暂时还没有到三 小Y是到了三 中间又双方过来抢怪了啊 这一波DH状态不是很好 千万不能硬钢 这要是被小Y一变的话 然后大计疯狂说出 有可能DH就要交代了啊 这里小Y继续开始打宝 这里看看能掉一个什么装备 智力一加三 小Y说 这个装备对于自己来说非常不错 提高一下魔法值 另外一边DH回家紧水一喝 练一下门口的小点 科技的话 这边兽组二本即将生好啊 生好的话应该是中间买一个英雄 这边大计已经准备好了 等候多时是吧 这边买回来 然后呢 回家买一组药膏吧 不买吗 这暂时的话状态不大好补 小Y把好的装备 全部给这个圣源连着 圣源连着很开心啊 刚走出来就拿了三个不错的装备 好暗夜精灵 开始练分化了 这边6G石头人 也是一个变数啊 看能不能掉一个非常非常 加敏捷的英雄 比如说掉一个葵靴 稍微敏捷加6 那叠起就要起飞了 另外一边 现在的话 受阻担练一下 生涯领主 小Y就稍微辅助一下 狗头人一练 这边把这个5G狗头人给勾出来 哎呀 小Y没有围住 没有围住 稍微卡一卡大的位置 变成一个螃蟹 好 小Y让一下惊艳 这边老生涯领主单独吃 这边打了一个 喂呀不错 加5的公爪 这里的话 生涯领主 两个加5的公爪 现在已经是加10了 DH刚才打了一个大蓝 有点尴尬 DH的话 大蓝其实用不了太多 小Y回家的话 买一组要高补一下状态 这里两个大技 一三学 好 看看 这里的话 暗眼精灵 想念 这里把它勾出来 刚好生涯领主过来抓 这一波双方要开始硬钢了吗 5G冠 大家都在瞧 好 这里的话绿皮勾了一个闪电盾 接下来你练着别人来捅你屁股 有点伤啊 这里的话练集细节要注意一下 好 练完之后这里打了一个 嗯 好东西啊 掉了一个魁靴 敏捷加6 那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啊 小Y他就是一个敏捷型的英雄 刚好魁靴给小Y 小Y的话攻击可以提高不少 好 这里收阻很高 顶着暗眼精灵来练 这里的话不仅练完了这个钓钓宝的拐 其他怪也要收掉 我全都要 好练完赶紧交TP赶紧交TP 这暗眼精灵还是比较的紧善 没有往前冲 这里练完这一波装备拿到 交一个TP值得啊 接下来补一下状态 看看接下来去哪里打宝了 好 分贯这里还有个6G石头人 暗眼精灵 这边有个小精灵啊 在侦查 我们看一下科技的话 暗眼三本生了一个三分之二 后面的话是一个熊怒的打法 受阻二本之后倒是没有继续升 深渊领主 这一波装备 看看啊 43加21啊 评约一下50多的输出 而且他还有一个分裂伤害 太猛了 这个深渊领主 接下来看看 还能不能再调一些加攻击的一些装备 这里暗眼精灵 打的比较的谨慎啊 目前部队还是比较的脆 还等自己的熊出来 熊出来到时候有反老还童 DH就可以硬钢了 小歪继续让一下经验啊 让这个深渊领主单独吃 两个力量手套 两个弓转 加上一个魁靴 魁靴到时候还可以给小歪 小歪的话 目前还没打团战啊 并不需要 这里继续练一下商店 感觉地图的点 基本上全部被银费给拿掉了呀 拿了80% 暗夜精灵 发现对方英雄有点猛 不太敢硬冲 还是等自己的熊出来 有小鹿加熊 小鹿的话控制一下熊 可以攻击啊 反老还童也非常的强 这里的话 我们看一下 受阻已经是43的一个等级 暗夜精灵31 所以说受阻这个英雄等级啊 全面领先 但是科技方面的话 暗夜精灵要领先 毕竟是300 是吧 买了个毒球 好 看一下这里 呜呜 开始练这个九级石头人了 这里把九级石头人骗出来 然后围杀一下 这里九级石头人很生气 踩一下地板 这边 大气掉的血又是有点多 这里能掉一个什么好装备 呜呜 打了个大法式的辉煌光环 小鹿表示很开心啊 我作为一个辅助性的选手 就需要找光环的装备 好 深夜灵主继续去追杀一下 这个两级石头人 这个两个六级石头人 这里的六级石头人被DH给拿掉 打了个吼叫 差那么一点意思 这一波小歪 来不来得及 对方刚好练完 刚好练完 这里看看要不要变一下 变个小AC好像有点 太隆重了 是吧 狼奇过来了 往一往 对 暗夜精灵也是很果断 这要是被你留下来 就有点赶紧交替病 好 你走 我就又拿下六九级石头人 这一场地图真的是基本全部被受阻拿掉了 那接下来就最后一个大锅了 我们看下这个大锅能不能掉一个深夜灵主的装备 刚才的九级花岗岩 掉的是一个大法师光环 小Y是蛮开心的 这里看看九级的花岗岩能掉个什么装备 继续围住一下这个关 暗夜精灵抓了过来 暗夜精灵抓了过来赶紧练 再玩一会儿可能会被人强调 哇 最后一个装备深夜灵主非常开心 加十二的攻击之爪 这里部队往后拉调整一下装备 可以学给小Y 小Y把加十二的攻击爪给了深夜灵主 深夜灵主这一波输出的话 这一波输出有点猛 四十二加四十 将近九十 还有一个分裂斩 后面深夜灵主一个人往前冲 很凶身上还有个加六的 还有一个加六的力量手套 哎哟 加六的腰带 加六的腰带 那这一波深夜灵主是又学又厚 输出又高 暗夜精灵 现在不得不出这个山顶巨脸和你硬钢 这里留下了DH DH身上有个无敌 能不能交出来 无敌第一时间交出来 哥们KOG要不要过来保存一下 KOG过来保存一下 这里想杀一下这个深夜灵主 深夜灵主血非常的厚 一千三百七十五 将近一千四百的血 升到四级应该是有一千四了 马上要升到四级 深夜灵主一个人往前冲 呜呜 一个人可以打一对啊 这里的话 深夜灵主一个人卖血 一三水你也敢卖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胆量 这一波继续 升到了四级 一千四百五十滴血 哇 这小歪七百多血 它就是你的一倍啊 DH也才八百的血 这里吼一下 暗夜精灵全部部队 都想杀这个深夜灵主 深夜灵主 九十滴血 八十滴血 六十滴血 就是杀不了 我们看一下灵魂练一套 哎呦 暗夜为了杀对方 一个英雄自己的部队 基本上被受作给收割完了 这里深夜灵主 十八滴血 十八滴血 吼一下 嘲讽一下 深夜灵主 三滴血 三滴血 哦呦 三滴血还是没死 小鹿点了一下 哎呦 那撤一波 暗夜精灵 哎呀 这DH 三滴巨人小鹿 几乎全部阵亡 为了杀一个深夜灵主 关键这个深夜灵主 还没死 哎呦 深夜灵主 三十多堆血 回家和自己回回去 和部队 补一下状态 这深夜灵主 强呀 输出又高 血又厚 暗夜所有的部队 去杀了 都没有杀成功 目前打完这一仗 暗夜精灵 四十二人口 受阻这边 六十多人口 这里暗夜的话 还相处 三滴巨人 三滴巨人 确实血很厚 但是输出跟不上 好 暗夜精灵不得已 直接退出了游戏 我们恭喜应费 哇 这一局深夜灵主成神了呀 卖血卖的是太成功 卖到三滴血 哎 就是不死 暗夜估计都破防了呀 我全部不得杀你个英雄啊 本来说游戏可以输 是吧 你英雄必须死 结果英雄没有死 被对方秀翻了 好 喜欢本场对抗的朋友 记得点阅不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